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张图告诉我们 同情是在理解中化解冲突 培根说 同情是一切道德中最高的美德 看过一个故事 1944年冬天 苏联的国土上数以百万的德军宣布投降 这一天在莫斯科大街上 战俘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面容憔悴地走过 两旁站满了围观的妇人 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这场战争中 失去了丈夫 兄弟 儿子 每个人与纳粹都有着一笔血债 很多报纸预言 莫斯科大街将会是另一片战场 为了避免冲突 警察竭力阻挡着两旁的人群进入马路 这时 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 穿着破旧的靴子 走到警察旁边 希望能够接近俘虏 警察同意了 只见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印花方巾 从里面取出一块黑面包 他递给了一个受了伤满眼绝望的德国士兵 慈祥地说 当这些人手持武器的时候 他们是敌人 可当战争结束时 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 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 老人说完 静静地走进了人群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不一会儿 人群中出现躁动 人们陆续将面包和水塞给饥饿的士兵 本来一触即发的冲突 因为一个老夫人的一块黑面包化解了 维基百科说 同理性是理性的根源 理性的人往往懂得换位思考 站在对方角度理解 很多冲突的发生恰恰因为不懂得换位思考 只想着对错 却忘记了对人 夫妻为了对错 吵得婚姻破碎 家人为了对错 闹得亲情反目 朋友为了对错 怼得友谊翻船 人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你坚持你是对的 而忘记了你想要的 你对了又怎样 圣雄甘地说 每事都应该站到对方立场想一想 这是达到谅解最有效的方法 有时候 比对错更重要的是理解 是宽容 第二张图说明的道理是 成长是带着问题上路 一路反思 沃西哥有一则预言故事 一群人匆匆赶路 突然有个人停下来 旁边就有人问说 你干嘛停下来啊 那人说 走得太快 灵魂落在了后面 我要等等他 在人生这条路上 我们都只顾赶路 却很少能够停下来思考 看似走得快 却一直在打转 罗振宇在奇葩说上 说过一句话 成长就是你主观世界 遇到客观世界之间的那条沟 你掉进去了 叫挫折 爬出来了 叫成长 法国牧师纳兰德 一生听过 一万多人的临终忏悔 得出了一条惊人的结果 如果每个人都把反思提前几十年 便有百分之五十的 可能让自己成长为一名 了不起的人 可惜太多人明白过来 是已经再也爬不起来 人生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他不会给你回头路 著名对冲基金投资人 瑞达利欧 一生依靠投资赚了很多钱 有人采访他 哎 有没有什么秘诀呀 他说 我现在只能回忆起那些失败的交易 这不是遮掩 而是事实 瑞达利欧 曾经写过一本书 原则 书中总结了五百多条原则 每一条都是他人生遇到的问题和挫折 以及自己的反思 就像他在采访当中说的 一个人的成长 并不是来自于成功 而是来自成功路上的失败 也许失败会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那些受过的伤 最终都会成为 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第三张图说明的道理是 幸福是站在收获里 学会感恩 感恩在牛津字典当中的定义是 乐于把得到好处的感激 呈现出来 且回馈他人 小时候看电影呢 看到许多西方家庭吃饭的时候 总是先双手合十握紧 觉得十分好奇 所有人围着餐桌坐下 低头默念 我们会是同心感谢 一周一饭来处不易 上帝恩赐 同胞汉血 欢喜领受 为人服役 长大了才知道 这是谢饭歌 他们在祈祷 在感恩 在他们的信仰里 感恩不仅是一种付出 感恩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马丁塞里格曼博士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他从411人当中 比较那些写过感恩信的人 和没有这样做过的人 幸福指数的差异 结果发现 前者的幸福指数 要显著高于后者 而且幸福指数 可以一直持续一个月 马丁说 感恩才是一个人 最强的幸福 促进剂 一个人懂得 用感恩的心看世界 连世界都是可爱美好的 他会聆听鸟儿的歌唱 沉浸花儿的芬芳 感受太阳的温暖 享受雨露的滋润 对周围的一切 都倍加真实 而第四章图 说明的道理是 今天是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复旦大学女教授成果 她说 没有什么过去和未来 只有当下 未来不会发生什么 它发生在当下 过去不曾发生过什么 它发生在当下 过去由现在决定 未来也由现在决定 昨天已经过去 未来还未发生 只有今天才是 最幸福最真实的人生体验 哈佛大学研究显示 如果你感到沮丧 是因为对过去的不满 而如果你感到担忧和焦虑 是因为你活在未来 无论是陷入过去 还是未来 这样的生活总是缺陷 奥斯卡提名短片 盲眼女孩中 女主角维莎 有一双奇异的眼睛 左眼能够看到过去 右眼能够看到未来 当她遇到追求者时 左眼看到了 他们幼稚的童年 右眼看到 他们垂老的未来 唯独不能看见 当下的美好 那一刻她才发现 没有了当下 生活简直糟糕极了 苏格拉底说 事件最珍贵的 不是已失去和未得到 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 读过一个故事 小和尚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有一天她就去问师父 昨天 今天 明天 哪天最重要 老和尚答 今天 这小和尚不理解 师父继续说道 昨天 不论多么值得回忆和怀念 她都像沉船一样 沉入海底了 明天 不论多么辉煌 她都还没有到来 而今天 不论多么平常 多么暗淡 她都在我们手里 有我们支配 此首传诗 有记曰 万事止今朝 莫更招烦恼 别怕未来路 别怕过去无归途 生命最好的期待 从这一刻展开 活在当下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如此 变好 有人说 懂了道理 就能过好一生吗 想起之前 和朋友的一段对话 朋友问我 烦躁迷茫的时候 怎么做 我说 我会拿起一本 喜欢的书 抄写 她问 抄书有什么用啊 我说 可以尽心 她说 我觉得抄完了 还是进不下来 你试过了吗 她说 没有啊 我觉得太浪费时间 人生终究是一场 自我的修行 知道了 却不去修行 等于不知道 王阳明说 任何道理 只有在世上练 才能够 真正道之以理 终有一天 你会发现 人生只有两种道理 做到的 和做不到的 如此而已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